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的是Excel函数应用里面的每月形势力制作 看到这个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问题 为什么原因呢?什么叫每月形势力? 我们把Excel来说明一下 它的每月形势力是这样子 结果要看这里 就是说当我选择10月时 我不希望它从这样子开始 10月1号,然后7天 这样子排不好看 我希望干嘛,它10月1号是 礼拜二,就从礼拜二开始 礼拜一就空着 然后一直往下排,每一个礼拜7天 这样子排好 排好 那这个要怎么做 而且这个东西因为它这边有牵扯到什么 譬如说你9月 9月有没有,它可能是礼拜天开始 有没有,那外交我今天可能是8月 它这个牵扯到就是它是从 礼拜几开始 礼拜几开始 那我们来翻例这边说明一下 这个地方来讲 首先第一个,它这个很复杂 公式在这一块 这一块 那你第一个你要懂的是哪一块 这一块 Date D1,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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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代表什么 2024年的10月1号 它的值是多少 有没有 值是多少 然后后来它的,这边有一个WEEKDAY WEEKDAY代表什么 它的日期的星期几 那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2 2,要把它先弃掉 2代表的1的话呢 假如它出现数字是1代表星期一 7的话就星期天 我们要用这种方式干嘛 1等于1 7等于1 礼拜天 这样才好抓它的位置 抓它的位置 所以这边我们是写2 它这个 10月1号是礼拜二 礼拜二 好,礼拜二以后呢 我们再来要干什么呢 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要做这个动作 什么动作 把目前的肉 注意到啊 我们肉干嘛 是从第四列开始 所以干嘛 肉要减3 减3 肉要减3 然后呢 除以10 什么意思 11 234567 对不对 8 90 每10个 又是一个cycle 有没有 因为它中间有3格 是没有资料 是标题的 所以总共要10格 占10列就对了 所以它干嘛 把它这个 肉减3 除以10的 整数部分 乘以7 代表它是在第几周 在第几周 所以你会看到干嘛 这个刚好是怎么样 第一周是从1开始 第二周是从8 有没有 第三周从15 第四周22 第五周 第五周 29 都差7 它差7天 这样我才有办法把日期干嘛 连贯到 连贯到 然后再来 后面这个 NOD 瓜糊肉减3 除以10 这代表余数 所以像这个情况下来讲 它就会看到什么 假设以这个第四列 4减3等于1 所以余数就是1 余数是7 89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到第10 10的时候注意到 10的余数是几 0 但是它这边整数是1 所以1乘以变成7了 那这个没有影响 因为这是标题 所以没有影响 我们只要干嘛 日期对就好了 日期对就好 所以这边第一件事情 我们的第一段的这个程式是写什么呢 等到 week day 抓10月1号的那个日期 它是星期几 有没有大于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什么 列的编号 减掉3以后 除以10的结果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一段第一段 这第一段 我把它弄出来 把它抓出来给你看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到这边 然后我来在旁边做一下说明哈 你就看到有没有 他有没有跟你讲说 他现在是什么 是 注意到哈 4-3余数是1 有没有 然后这边是什么 4-3 他在整数部分是0啊 所以答案是1哈 1有没有 小于 10月1号的星期几 10月1号星期二 所以有没有 2是大于他的哈 2是大于他3 有没有 所以你这样往下拉 你就看到答案了 有没有 其他都false 往下哈 我可以一直往下拉 没有关系 有没有 其他都是false 好OK 那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什么意思 如果是小 我目前10月1号的星期几 大于他的列号时 我要干嘛 注意到空白 我要填空白 哦 如果不是的情况下 不是哦 不是的情况下干嘛 我就干嘛 把他这个日期有没有 注意到后面这一段 10月1号日期加上什么 刚刚我们写的这个 目前列号减3除以10的 整数部分乘以7 加上余数部分 哦 然后再减掉什么 减掉我们的 星期几 星期二 有没有 哦 星期二 然后是否大于 EOMANS EOMANS 什么意思呢 这是第二段 我要跟你解释在这里 这EOMANS 我给你把它拉出来 给你看一下 等一下 因为他这个很复杂 这个说要跟你拉出来 给你看一下 你才知道他什么意思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10月1号 差距0 0就这样表没有干嘛 这个月份的 最后一天是哪一天 注意到这个EOMANS 这个指定月份 之前或之后月份的 最后一天的数列数字 就那一天的最后一天 它的指是多少 45596 如果大于45596 怎么样 我就要干嘛 我要空白 否则的话 我就开始用 刚刚我们写的这个计算式来算 所以他这个地方 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从一开始 我先写在这个地方 写在这个旁边的地方 等号 好 第一个 衣服 刮糊 有没有大于他 大于他的话 我就干嘛 空格 否则的话呢 注意到 否则怎么样呢 否则我就可以 假设我就给一个E好了 好 好 这时候你看到答案 点两下 有没有 其他都是什么E 有没有 一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动作 注意到 我要现在跟你谈的这个地方 做什么动作 第二件事情 我要给他什么 日期 日期的部分 我日期部分 是哪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 我把这个公式拨到后面 把这个E取代掉 因为它是很长 就是10月1号 加上你目前怎么样 列数减3除以10 乘以7的这个值 整数部分哦 列数减3除以10 整数部分乘以7的值 加上 加上 列数减3 除以10的余数部分的值 然后再减掉什么 10月1号 它到底是礼拜几 礼拜二 就我再减2 再减2 这样子 然后Enter 它这边是0 因为不符 下面我就开出来了 看到没有 455 566 67 68 69 70 正常71 正常这边注意到 它应该什么 7273 有没有 它又回头了 我要在这边注意到 我这边又72 73 74 75 76 77 有没有 78 到这边就79 80 有没有 把那个日期有没有 弄出来 但是为什么 我还要写另外一个判断式 注意到这边 97 97就干什么 97已经是11月1号了 有没有 所以11月1号干嘛 我必须要把它干什么 隐藏起来嘛 9月的要隐藏 11月1号以后的也要隐藏 所以这地方特别注意到 就在这里 所以这边呢 我又得加一个判断式一副 刮壶 这个值有没有 这个值干嘛 大于1all month 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的 DATE 有没有 刮壶 就这个日期 然后 都有点 当月的 有没有 假设大于它的情况下 那我就要干嘛 空格 我就要被人干嘛 要空白的 不要填资料 否则的话 我就要去干嘛 把这个公式 刚刚我们讲这个公式 有没有 填上去 填上去 然后再有一个 又刮号 判断以赴 Enter 注意到哈 这边 因为它很复杂 所以有时候你这样算 你要去算 一个一个去看 怎么样 第一个要看这一个 我们的第二段 这个衣服 有没有 注意到哈 它到哪里解锁 到这里哈 它把它到这里解锁 所以这边要杀掉 有没有 这个衣服才会看到 衣服要控格 否则这个 OK 确定 然后咧 点两下 这时候你就看到没有 到596以后 全部都空白了 所以咧 这样子的情况下 OK了以后干嘛 我把这个公式 很简单 把这个公式 我把它带回去哈 再回到我要的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咧 注意到一件事情哈 我往右拉哈 因为我都有锁定 所以往右拉 一样没有东西 然后再往下拉 好 往下来就没有 十月一号 那这边呢 不好意思啊 你要自己干嘛 再把它框起来 改成 数值 这个格式你要制定哈 制定什么 它是日期里面的哪一种 星期三 周三有没有 像我是用周的哈 周三 或者你自己打 三个A也可以 确定 有没有 好了以后 把这一周的公式复制 贴上 贴上 有没有 这样贴 把它贴到每个位置上面去 那注意到为什么要六周哈 六周有原因的哈 我们可以拿一个来当办例 就是九月 九月你看到哈 他第一周是在礼拜天 可是呢 他有六周 最后一天是在 第六周的礼拜一 所以我们目前来讲 月份里面最多有六周 最少的是四周 四周 最多到六周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到 会有这种问题点 问题点 所以整个公式像 这样子 我们把它解说出来 剩下部分 我就给它干嘛 Delete掉 让你看一下 公式价 那这个方便的原因是 每个月只要打月份就好了 它就自动把你产生出来 你的行事力 自动产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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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